美军太平洋自印部指挥官洛克利尔23号 在五角大厦举行的记者会上 被问到对中日两国关系的看法 他表示 美国的作用是继续鼓励双方保持克制 希望用外交对话 中国大陆广东省著名防疫专家钟南山表示 H7N9禽流感病毒 存在围重病人体内最长可达30天 他强调 必须警惕H7N9禽流感 有线人传人的情况 中国维权人士徐志勇等八人遭审 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家辉23号发表声明表示 中共起诉这些政治犯 是对他们揭露官员腐败的报复 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徐志勇和其他政治犯 党媒报道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长梁克 涉嫌周永康核案被调查 过去几个星期 中纪委专案组已经抓捕了超过20个周永康 在政法系统的通道 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刘贵祥 清唐人亚代电视整理报道